一个女人找一个同龄人 或者说心里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男生 找一个儿子般处处都要约束 管着他的男生会幸福吗 视频中的男生抱怨自己的女朋友 就像自己的老妈一样让人厌烦 并且一生气还会随时随地地咬人 这种奇葩行为是爱的表现吗 我们先看看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无论你有多么爱一个男人 如果他认为你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 你就得听起 否则的话 你在他心目当中就会越来越廉价 难道女生都会想 每一个大活人在这 你不爱我 偏偏要喜欢玩游戏 就是因为游戏当中 有太多让他上瘾的东西 有太多需要让他去征服的东西 一个女人倒贴上赶着 对一个男人好 男人是懂得珍惜吗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 好运连 心想是成美梦成真 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李 22岁的他来自山西 跟着出来的是小李的女朋友小刘 同样22岁的一对情侣 男生还在念大二 而女孩已经大肆准备毕业考研究生了 为何同是22岁的年龄 却不在同一届呢 原因竟然是双方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在了一起 至今已经快四年时间了 而男生小李因为特殊原因 晚了两年才上大学 小李感受最深的就是女友比自己先读大学 很多地方自己先走了一遍 就想让男友按照自己的经验 能更轻松的走过来 所以处处都管着男生 可男生觉得自己就想享受大学生活 不希望有个想妈妈一样唠叨的女朋友 因为我现在大四嘛 毕竟从大二走过来 我就想给他一些建议啊啥的 完了人家就不听嘛 不理解我 平时会有一些空闲时间 但是他就去打游戏 完了我就对他打游戏这事挺介意的 说好几次他也不改那种 女孩委屈的是男生天天就知道打游戏 没有对未来的规划 更没有对他的关心 这让女孩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因为双方是两个不同城市上学的异地恋 每次都是女孩主动去找男生 男生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女孩 相当于女孩倒贴男生 这种爱是多么的廉价屡见不鲜 女孩举例子 说到当时他们在一起三周年纪念日 男生承诺好的第二天带女友去公园玩 可到了约定的时候 男生却找借口说自己临时要开会去不了 后面女孩发现男生去了网吧玩游戏 很明显在男生眼里游戏比女友更重要啊 此时男生还找借口狡辩道 俗话说解释就是演示演示 男生并不止一次两次因为游戏而忽略冷落了女友 经常为了游戏的事情吵架 有一次女孩决定去学校找男生 想给男生一个惊喜 没想到最后变成了惊吓 在学校在宿舍都找不到男生 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 最后女孩灵机一动跑到男生长区的网吧找 果不其然一进门就看见男生和他的兄弟 玩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热火朝天 当时气不打一处来的女孩做出了让全场惊掉下巴的一幕 并且还让全场笑出了鹅叫声 那我当时就会儿就上来了 完了我就 她身体她又不能咬人啊 她咬你了 你那想象你当时就是你坐在玩玩玩游戏 玩玩突然突然突然有人咬你这么感觉 这个我吓的 这个我留下阴影了 我现在去上个网 我看着电脑屏幕我得时刻进到门口 我就差一个人冲进来咬 真的假的 那你游戏可以见 你经常咬人吧孩子 但是我觉得我那种咬人就是 也不是说很疼的那种 我也不是我能咬人吧 咬人能不疼 女人咬人是不是爱的表现呢 因为她只对爱的人才会用嘴巴咬 对别人也没有这个嗜好 这个咬人在男生小礼这里也成为了她的噩梦 这一对山西小情侣 把全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乐坏了 第一次见到一个女孩 咬人能咬到这个地步的 而男生的情伤低到确实是欠揍 女孩大老远每次过来找她 男生却不懂得珍惜这小小的团聚 却还嫌弃女孩耽误她打游戏了 这是不是可以证明男生不够爱女孩呢 相爱的两个人不是随时随地都想跟她在一起吗 接下来女孩说出的真相 足以证明男生不够爱了 那平时就欺的我就不行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也是去看电影 我去找她嘛 去她学校 每次都是女生去找男生 就讲了这么多 全是女生找男生 有一次去找她看电影去 完了就她拉着我在路上走嘛 有小石头啊啥的 完了我就不小心把脚给磕了 疼的不行 想让她安慰安慰我们 结果人家直接来一句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一个女孩子磕伤了 作为她的男朋友不仅仅没有半点心疼 说出的话确实落井下石的 女孩真正要找的男朋友 是懂得心疼她的男人 而不是只会玩手机 对女朋友可有可恶的态度 迟早会失去满眼都是你的那个人 而男生之所以把女友当成妈妈一样 就是不希望她什么事情都管着她 因为男生有的时候会跟其他异性聊天 女友发现后会经常查看她的手机 二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都被删除了 足以证明男生心里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不然为什么要删除聊天记录呢 面对男生的不老实和贪玩 女孩能做的只有像妈妈一样管着她 可男生却越来越叛逆 平常你们在异地的时候 你觉得她跟你的沟通太少了 对 所以你看手机实际是一个了解她的方式 是这个意思吧 那现在还好吧 因为异地没有安全 你不是马上毕业了吗 我现在就有大肆考研嘛 完了我就想到去考她那个城市 因为三年一滴了嘛 不想再一滴了 然后我就想考她那个学校 我说这以后也有一些照应啊啥 但是她现在一直打游戏 我就觉得她特别不上进 我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 在这段感情中 只有女友一个人在努力规划未来 男生要么贪玩 要么对这段感情毫不在乎 所以女孩会爱得很心累 这也证实了一段话 当一个人付出了所有 还不能让对方感动 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索取 那这种感情本身就是不公平 不健康的 尤其是一个女人倒贴 去热恋贴一个男人的冷屁股 那这个男生更加不会好好珍惜你 好的东西是要让对方觉得你很珍贵 并且你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失去你 只有这种让他感受到你的重要 才会让他珍惜你 因为赵川问到男生的这一幕 这一幕男生说出了自由 和打游戏比女孩更加重要 如果你的那朋友真的去 你的城市附近读研究生 你是高兴还是害怕呢 那这段感情究竟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们一起看看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点评的是左颜老师 因为可能你现在异地的情况 都已经有这些矛盾了 你去到他的城市 你就会一周七天的看着他在那打游戏 你受不受得了 然后他就会一周七天的咬你 你受不受得了 男生和女生同名嘛 那女生的心智相对来说 是会比男生成熟一些的 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觉得说 我找了个女朋友跟个妈似的 什么都管我 打游戏可以说 90%以上的男生都爱打游戏 但是打游戏把女友丢在一边 并且把打游戏放在第一位的男生 现在大多数都是单身 因为你这样的男生 可以跟游戏过一辈子了 两个人的感情可以联系到 在一起之后 男生每天打游戏 对女友不理不睬 女友每天都用嘴巴咬男生 来通过这个举动 让那个男生多看看 旁边还有一个大活人 说白了 女还是在祈求男生来爱自己 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的话 这段感情迟早会走向灭亡 接着是陆琪老师犀利的点评 女孩经常安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游戏谁重要 你也问过是吧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 你说一个游戏啊 有几十个策划主笔 上百个开发 陆琪老师说出了男人的心理 游戏和女友之间不能做对比 双方现在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男生还在向往着自由自在的大学生 而女孩心智已经比男生要成熟了 马上要毕业走向社会 对未来有很多的担忧和规划 对男生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就像男生说的 有的像妈妈一样管着他 两个人谈恋爱 当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在两个人眼里会产生情绪价值之后 这就是爱情 还有一点就是女孩自己本身 能不能等得起一个男生走向成熟 如果觉得等不起 那就坚决选择分手 如果觉得自己认定了男生 愿意等男生成长为真正的男人 那就要多点耐心和时间 最后是图蕾老师犀利一针见血的点评 无论你有多么爱一个男人 如果他认为你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 你就得听起 否则的话 你在他心目当中就会越来越廉价 很多女生都会想 为什么一个大活人在这 你不爱我 偏偏要喜欢玩游戏 就是因为游戏当中有太多让他上瘾的东西 有太多需要让他去征服的东西 图蕾老师完美的诠释了游戏让男人上瘾 是因为有征服感 有不确定感 但是女孩这样的左见自己 去倒贴一个男人 会让一个男人觉得你永远不会走 他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所以男生才会如此不在乎你 主动过了头 反而会让一个男人厌恶 所以保持好距离 保持好双方关系的不确定 让对方时时刻刻都想着你 这样的爱情才会让人流连忘返才能更长久 图蕾老师建议女孩 如果觉得这几年心累不想继续了 那就果断放手 如果觉得歌手不了 还能容忍 那就再给男生一次机会 因为对于这种不成熟的男生来说 不经历大的挫折 他很难成熟起来的 跟他在一起注定要经得起好长时间的煎熬 最后女孩还是决定给男生一个机会 毕竟四年的感情走到现在不容易 男生表示自己愿意改变 希望他真的说到做到吧 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有遇到爱咬人的小公主吗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身边的趣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